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哈利利亞 感謝主 其實出門了十幾天 心裏邊最牽掛的 就是今天要怎麼跟大家分享 今天所要講的是 用很多時間的心思意念 都沒有在看別的 都在想要和大家說什麼 才是和主的心意 才是對大家有用的呢 好 春節剛開始 希望大家相信大家今年的春節 因為一開始就來敬拜上帝 所以你必定平安 豐富 快樂 超過所求所想的得著 好 那麼今天進到農年 我們大家要講農年什麼呢 喜歡講農年大吉啊 大花啊什麼 但是我對這個大後面 畫了一個問號 因為有各樣的可能性 因為有各樣的可能性 你是大吉呢 還是大兄 是大喜呢 還是大悲 大好 大壞 大利 大害 總之 今年是一個大的年 對岸的這個 這個新 他們叫做 叫什麼 新 春節的節目 叫什麼 每年都 春晚了 你看我都講不出來 他們用了一個標題叫做 叫龍騰打打 那三個龍 放在一起 那個音讀之後打嘛 那其實就是大的意思 今年是一個大的年 我不是說比較大 而是非常大 對每個人而言 所經歷到的震動是極大的 可能地震會很大 水災會很大 颱風會很大 其他的種種 其實除了這些以外 機會也很大 對於一個認識到永恆目標的追求 這樣的人呢 那麼我們想要得到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今年懂得掌握機會 那麼機會就是你的 年度的意象 2024 我們用約翰福音16章33節所說的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在我裡面有平安 這個我 就是基督 但是我當你念的時候 也就是你自己了 你裡面有沒有平安 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你放心嗎 我已經勝了世界 我與神同在 主住在我裡面 為什麼還要擔心呢 世界震盪極大 有主同在 就會有真平安 關鍵在哪裡 關鍵要認真 所以 年度意象告訴我們 所以年度意象告訴我們 時空環境是有波難 有震盪 有苦難 但是在基督裡有平安 但是在基督裡有平安 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 約翰福音14章的第一節 就告訴我們說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這個主耶穌在講這句話說 你們不要憂愁 為什麼講 如果沒有聽見下面那句話 你們當信神 我們有可信的上帝 而且還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這位生命的主與我們同在 那麼這個時代是讓人憂愁的 而我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面和大家講太多 因為如果說跟大家說 今年會有哪些在世人眼中 或者眾多人經歷裡面所會碰到的事情 那好像是在報一些可怕的事情 那麼來做廣告 好像有一些賣藥的老師說 你今天不吃這個藥就會這樣那樣 那這種威脅 這種恐嚇 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們所要的是 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個人自己裡面有光 自己能夠去醒過來 有一種超然的眼目 可以看得懂 看得見世界上的震盪 看得懂這些事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這是每一個人自己 要去在裡面深化出來的才有用 別人跟我們講的 有些時候不太容易理解 也不見得就能夠產生積極的作用 昨天我們從機場回來 有一位司機 他其實不太那麼討喜 又喜歡講話 師母就陪他一直聊 我聽不下去了 我就自己聽我的耳機 聽我的耳機 結果師母要叫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了很久以後 他跟我講說 他被我講得落入了一片茫然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雖然我講得很清楚 他聽得很糊塗 所以其實如果自己個人的心裡 沒有光 那我們看一些事情 所看的感覺就會很模糊 所以我所能做的是什麼呢 是能講的 就是告訴大家 你可以在這個環境當中 在這個時代裡看見什麼 然後該怎麼看 相同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看起來就是大貨臨頭 有些人看起來 卻是大機會來到了 這關鍵是這個主體 我們是用什麼在看世界 如果你用神的眼目 用信心去看這個世界 正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 一種非常重要而美好的機會 所以我每年跟大家寫了一篇信息 今年已經寫了23年 我大概心裡邊的預算 是明年以後就不再寫了 但是今年其實裡邊有很多信息 你要好好的去看 個人從其中看出什麼 那就是個人的生命裡面的光的問題 我們要說的是 這個令人憂愁的時代 其實是趨向極端化 所謂的極端化 氣候的極端化 種種的國與國之間衝突的極端化 那麼人心的極端化 都是一些現象 也就是兩極化 好的更好 壞的更壞 而這個是一個加速的時代 你如果向兩邊跑 跑得越來分別越大 感覺分歧越明顯 所以我今天能講的時間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就不要在這件事情上面和大家講太多 因為主告訴我們說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這不是要我們憂愁 而是宣布說我們不要憂愁 然後你們當信神也當信我 這就是一個關鍵問題 我們信什麼呢 每一個人自己心裡邊所信的 那種實質那種本體是什麼 我這一趟去西班牙 那西班牙當然對我們都有很 其實從歷史的遺跡來看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提醒我們的 因為那個地方 特別是我們去到賽維亞 去到這個叫什麼 我名字記不得 就是阿拉伯伊斯蘭教 從西班牙半島被趕逐出去 然後天主教在那裡承受了他們的一些遺產 把清聖室改了 然後那裡還有很多 還有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這個建築非常雄為美麗 還有很多猶太教的遺跡 所以世界一神教的三大教 他們都信耶穌 都知道有耶穌吧 但是猶太教是不信耶穌的 然後伊斯蘭教是把耶穌當作很多先知 先知裡面的一個 只有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 願意更多的去認識耶穌 所以信神的人很多 他對上帝對神的存在有各樣的名稱 但是信上帝和信耶穌兩回事 就像我們常說的 你敬拜耶和華和跟從耶穌兩回事 因為上帝是萬有的神 而耶穌是對於他所拣選的 也是被他拣選的屬神的子民 剛才二哥在戴敬拜的時候說 我們是有君尊的基督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是單單歸於耶穌基督的人 所以我們的信 是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穌基督呢 這是我們所需要了解的 然後信了耶穌 有什麼樣的溢出呢 第二集就說 在我父家裡有許多的地方 若是沒有 然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室為你們預備地方 耶穌基督正在為我們預備地方 而在神的家裡有許多的住處 因為上帝是萬有的根源 祂為所有的生命體 各種信仰的人 都預備了各有去處 這個去處是多處的 我們將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要住在哪裡 好像我們去旅行 那麼今天晚上要住在哪裡 然後最安穩的家 我們羡慕永遠的家 每一個人可能因為 他的家的不一樣 因為他的身份 他的狀態的不一樣 有不同的住處 就是一樣在城市裡邊 也有不同的區域嘛 有的地方是富人區 有的地方是平民區 在父家裡邊 有許多各樣不同的住處 這是說到 在這個世界上 有種種的人他們都信神 因著他們的信仰的內容的不同 風簡度 也就是真實度 豐富度的不一樣 那麼就會有不同的住處 而耶穌說 我去是為你們 預備地方 這個住處是多數的 地方是單數的 一個獨特的地方 那個地方 是風景獨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個世界震盪當中 特別會去尋求什麼呢 尋求一個平安的居所 當世界開始產生了讓人覺得不平靜的狀態 那麼以赛亞書三十二章十八節 你們可以和我念來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穩的住處 平靜的安歇所 上帝借著以赛亞書 給信靠耶穌的人 有這樣的應許 我們在這個世上 有些時候基於種種的情形 必須要遷居 但是什麼地方 才是我們安居之所呢 因為兩岸有一些情勢的緊張 所以很多人就想怎樣 移民對吧 那麼移民要移到哪裡去呢 什麼國度才是平安的居所呢 有些像 有些國家的人 費盡千辛萬苦 要跑到美國去 那跑到美國在洛杉磯 就遇到大水 非常 現在大水非常大 野火也非常非常的慘烈 移居到日本好了 日本很多事情 感覺也不錯嘛 日本有大地震耶 最近也雪災 好像也蠻嚴重的 我們到西班牙 西班牙喜歡西班牙的太陽 西班牙曬背很好 但是西班牙經濟不太好 然後呢 我們在一路上 碰到三次的抗爭 有一次農民抗爭 就把路堵住了 在什麼 其實各種的狀態都存在的 什麼地方才是我們永恆的 永遠的 安居之所 要移民 要選對地方嘛 要搬家 有條件 有錢 有條件 那也許你要選 你要選擇移民到哪去 都可能 條件比較差的 這個沒有人幫助的 那麼他可能 以為一個地方是人間樂土 到了以後才大失所望 這種事是很普遍的 會不會有許多人 他投入了很多很多的 投資精神力量 去建立了一個信仰 結果去了以後發現 哎呀這個地方 早知道就絕對不肯來了 這個原來是這麼破爛的 這種機會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是有 我們如果信神 不信神另當別事 神的那裡 天父的那裡有怎樣 許多的住處 而我們 耶穌說 你們當信神也當信我 因為在耶穌那裡 有一個獨特的地方 這個獨特的地方 是怎樣的據數呢 這就是我們需要去思想的 但是耶穌基督的應許 他告訴我們說 他去為我們預備地方 你要去得要有條件啊 要移民 要有移民的條件嘛 那個地方 每一個國家 有它的入境的規矩 至少要怎樣 辦簽證嘛 這個辦簽證的事 現在我們很多國家 我們都是免簽嘛 但是有些地方的居民 他們要去辦美國簽證 是很辛苦的 在美國的移民官那裡 要問東問西啊 問說你會不會 一來就在那裡 就不肯走了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事情是 有沒有保證人 如果你有可信靠的 他們所信任的保證人 為你做保證 那麼基本上 你去獲得簽證的 機會就大 就會容易嘛 耶穌基督那個地方 為我們預備了一個獨特的地方 這有多獨特 他給我們很多文件資料 也給我們很多見證 也給我們很多的視力 但是我們需要 一點一點的去看 一點一點的去體驗 我們才會知道 他給我們的應許之地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其實 耶穌基督 我們如果與他有信 有信件的來往 有彼此信任的關係 他就給我們信的簽證 讓我們有條件可以入境 但是要過去 還有過程 你是坐船呢 是坐飛機呢 是偷渡呢 還是什麼情況 這個過程就不一樣了 我們去參加旅行的時候 那麼總是啊 這個要去找好的旅行團嘛 這一次善美為我們介紹了 一個這個領隊兼 老闆兼領隊 那麼一路上為我們安排 基本上去的人都還滿意 然後在路程當中 這個令田就接到了一些信息 告訴我們 所以一樣是新加坡團 有的 其實這個西班牙團 有的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個道路 你有條件 才能夠參加好的旅行團 如果條件差 那也許你就會 就會去找到那種 這個騙人的團 採購團 不是要採購團叫什麼 就是購物團 那去了一路上 就要你這個 要你那個吃的穿的種種 甚至於有落入危險 所以這裡我們告訴 耶稣告訴我們說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 第三節說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的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哪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 我往哪裡去 你們知道 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所以其實知道路 我們就能夠選擇好的道路 然後耶稣基督怎樣呢 在那裡等候我們 我們想要去 想要到一個地方去 也許有人有領隊 不會 但你至少自己要安排到機場嘛 然後也許有人幫助 或是沒有人幫助 自己拿著一份護照 然後就經歷一些 一段的冒險的旅程 到了另外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 有沒有人接你呢 在機場上面就有人接你的時候 你碰到他就放心了 然後他老早就已經預備了很恰當很舒服的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環境 去了舒服得不得了 快樂得很 或是去了大失所望了 這是每一個人的經歷不同 所以耶稣說 我要在那裡接你們 有些人在迎接主的再來 其實這個主的再來就是在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不是形而下的地方 應該講得準確一點 就是一種生命狀態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知道 那在形而上的心靈裡邊 有一種穩定的狀態 有一個你的護照 你的簽證 那你說該預備的資源 然後到了一個狀態 主來了 就把我們接到 他為我們所預備的獨特的地方 所以這個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和大家要談的 這個人生其實是一個性的旅程 為什麼我們在2024 在這個農年以及農年的點點點以後 會世界上大遙漢呢 是在提醒我們 世界不是永遠的拘束 世界並不可靠 然後上帝要去提醒 那些心裡邊有光 願意去信靠神的人 知道你要做好什麼 然後移居的準備 你要選定了你的道路 好讓你進到永遠的去處 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想這個問題 然後想到一個意念 並沒有很明確的答案 我在想什麼呢 耶穌基督的十二個門徒 是不是都一樣的去處 可能不一樣 更何況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 不同的信仰者 他們因著他們的信仰信心 信念觀念的不同 他們的身心靈會到永恒的居所 會有不同的所在 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去思想的事情 那麼我們和大家講到 我們要去做一種道路的選擇 耶穌基督為我們開的路 是恩典的道路 我們要與主同行 祂會派使者 十篇九十一篇告訴我們說 派拆遣祂的使者 在我們所經的路上 給我們最好的引導 最好的安排 最好的預備 然後要讓我們能夠到達 我們可以去的地方 因著每一個人 我們所預備的條件的不同 而能夠進到那個不同的地方去 所以我在這個信息裡邊 和大家講了一個比喻 在這個時代 是一種靈界大開展的時代 我們許許多多 在追求信仰 追求行而上的事 追求永恒的事情的人 從前的時代 是苦苦的追求到處找找找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秘訣 有沒有什麼樣的名思 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啟示 讓我們大開眼界 讓我們更多的知道永恒的事 進到2024 我用了一個比喻 就是旅遊展 旅遊展 當國家沒有開放旅遊的時候 那我們想去是很困難的 當到了一個時候開放旅遊了 然後許多旅行社 許多的這些各國都來招攬 對不對 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各樣的優惠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很多人也許一時間木迷五色 該選什麼好呢 你沒選了 沒有做正確 沒有做堅定的選擇以前 機會都存在 選好了 就說明了 將來在某一個時間 你要經歷一個歷程 那個歷程也許是 這個一肚子氣回家的歷程 那個也許是一個危險的歷程 也許是豐富的不得了的歷程 主為我們預備一個地方 但是他也為我們安排 他說我就是什麼 道路 道路引導我們進到一個真實的旅程 以至於讓我們能夠進到生命的豐富 所以我們如果知道 知道該做什麼選擇 我們就會進到某一種特殊的生命歷程裡 這個世界有種種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這一趟 本來要去看大力美術館 後來就沒去成 原因是因為他們整個歐洲農民 農民抗議嘛 所以他們開了很多耕耘車 開到高速公路上面就停著 就不讓你走 所以這個堵車 我講這個例子是說 這個世界會發生很多的衝突 那造成人生的道路 可能到處都受到阻塞 那麼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是有條件 進入一種豐富的時期 你知道有一種計程車 是會飛的計程車 正在研究中快要量產了 如果是你做會飛的計程車 或者會飛的汽車 那堵住了你就飛起來 我們跟從耶穌基督 其實就是在這個充滿了堵塞的時代 能夠在地如同在天 乘架在地的高處 而且在地上也許人家做打仗的時候 還有炮火到處的轟擊對不對 我們在基督裡 就是要經歷一個旅程 它給我們非常非常大而美的 好像你在坐在一個超大型的 超大型的太空戰艦 能夠防禦許多各樣的炮火 但這個歷程這個過程 也不是沒事幹 沒事幹在那裡也就沒意思嘛 所以在過程當中 每一個人要有每一個人的學習 每一個人要成長 要去知道上帝 我們進到上帝的國裡邊 那裡的文化是什麼 那裡的狀態是什麼 讓我們早早做好了預備 去的時候就不會水土不服 就不會適應 適應不了 而且在這個上帝為我們預備的 這個時代的太空戰艦裡 我用這個比喻 年輕小朋友比較容易聽得明白 事實上你在其中所做的功課 所做的預備 到了地方還會分門別類 因為你在旅程當中的表現 在旅程當中的學習 所以到了那個地方 他還讓我們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這是一種信的試煉 所以主耶穌說 我往哪裡去 你們知道那條路 你們也知道 結果呢 有一個學生叫多瑪 就對他說 主啊 我們不知道 你往哪裡去 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我們所有的信主的人 我們稱呼他主啊 沒有比這個十二使徒更親近的 對不對 當耶穌說你們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 主說你該知道 我們卻還不知道 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不奇怪 所以主耶穌回答說 我就是道路 尊理生命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到那裡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這個從今以後 你需要看見 那看不見的 形而上的真實的神 所以我們和大家說 哪一條路 是我們能夠真真實實的認識 約翰福音十七章第三節所說的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拆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我們對耶穌有多少的認識 我們把很多的時間 發在認識耶穌基督呢 還是認識世界上的人 認識世界上的人 有些時候 有些人 我們拼命去巴結他 拼命去討好他 平常他跟你西西哈 真正需要的時候 他不理你 哪些人是我們認識的 而且是可信的 可靠的 這個需要有人引導 需要你自己好命 還需要你自己願意 我們把時間發在什麼事情上面呢 所以在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認識耶穌基督 要去得到一種有信心的生命 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重點說明的 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就是一條信的旅程 讓我們對我們的信心 能夠不斷的更新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常常在思想說我們的生命是什麼 其實生命的實體就是你的信 我們人生 我們人生可能擁有過許多的甜產 擁有過許多的學歷知識關係 但是到達一定的程度 我們會發現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在這次西班牙我們去參觀了聖家堂 蓋了140年還沒蓋好 那麼去參觀了一些王宮 去參觀了一些大的天主堂 都很富力堂皇 人們去看的時候 那個導遊還說 進到這裡的許多人都會 很驚奇 但是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充滿了一句 每次都提醒了一句話 那麼後來跟師母講了 師母當時在忙別的事情 大概沒有很理我 我跟他說這也會過去 當我每次看到那些大的禮拜堂的時候 我會心裡邊產生一種慚愧 因為有些人 他們在幾十年之間 像我們開始服侍的時候 林良堂也不過開始而已 他們幾十年之間 會發展出很大的群體 那有些人就建立了很漂亮的禮拜堂 而我們在認真跟隨主的時候 我們人生回頭去看 在現實的環境當中 所成就的好像很有限 甚至於連一座禮拜堂也沒有蓋成 那看到人家那樣的堂皇的結構啊 那我們心裡邊會一面羡慕 不會嫉妒了 但一面慚愧 好像什麼都沒有做成 但是上帝一直在我心裡邊問我一句話 什麼是真實的 在這個世代當中 當我們看到那麼漂亮的禮拜堂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可能一個炸彈 大一點炸彈就沒了 我一直在跟師母提一句話 你們就姑忘聽之吧 我感覺聖家堂永遠都建立不起來 因為上帝不是要在這個世界上去留下聖殿 如果他要留下聖殿的話 那麼原來的聖殿 所羅門蓋的聖殿就不會摧毀 你懂得這個意思嗎 那麼真正能夠永恆存在的是什麼呢 就是信 信旺愛 愛是上帝給的 旺是還沒有達到的 我們裡邊所能夠真真實實擁有的 就是我與誰 建立一個可信的關係 那個人 也許有的人會感覺到 這個夫妻的關係很可靠 真的嗎 親子的關係很真實 真的嗎 我們信神 真的信嗎 祂在我裡面有了什麼 我說到這裡你們理解嗎 人生就是不斷的 藉著我們的學習 然後一點一點的 讓我們裡面豐富了 積蓄了一些 我們真正的信而有征的信念 知道有一位萬有的神 而且我已經與他建立了好的關係 這個關係可以保守我們 保護我們到任何地方 都可以平安 而且都會越來越豐盛 越來越美好 每一個人要回到自己裡邊 去檢驗自己信什麼 許多人 他所信的是一種空虛的事情 為什麼 主的畫像兩人的利劍 但是有的人卻不聽了 因為他為自己的人生 花了一個很大的泡泡 全世的泡泡 愛情的泡泡 那麼這個人際關係的泡泡 明明知道那些不太可靠 很怕被戳破 一被戳破 棒的沒有了 人生就變成空的 我今天要和大家講的 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就是這麼一句話 你裡面有什麼信 你裡面信什麼 信誰 為什麼信 那個信 孟子所說的 有諸己之位信 就有一種東西 在我的裡面 我對某一個人 對某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是可信的 但是你與你可信的對象 信的對象 是不是建立了關係 知道你到哪去 他都引導你 他都幫助你 所以在這一趟 其實他的起點 師母常常跟我講說 我在路上有些時候 我就覺得說 不是對於這個旅程的內容 那麼用心 那麼欣賞 師母就每次就跟我講說 他是為我而預備的 我心裡講也是啊 但是也有點冤枉 因為我們在閒聊的時候 有些時候就想到哪去旅行 講著講著 我就覺得西班牙不錯 師母就聽進去了 就交代善美去 他們都很認真的預備 然後就成行了 那麼據我而言 我什麼都好啊 但是我相信上帝 無論是在怎樣的環境 上帝所預備的 藉著我身邊的人所預備的 都是好的 上帝給我所有的預備 都是好的 所以我信上帝 我信上帝給我預備的妻子 我信我的妻子 對我做的安排 我在每一個點上面 我都能夠很平安 這是信嘛 我們所信的是哪位 我們與他建立了 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信是兩面的事情 那個人你是不是覺得可信 你是不是真的信任他 如果有真正的信任 那種關係是真實的 那麼信任的關係 需要去認真 去尋真 上帝給我們的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相信上帝無所不在 但是如何在我裡邊 建立起真的信仰 我們要誠實地 認真地去面對 我們裡邊所產生的觀念 所產生的看法 覺得不太靠譜 就要認真地去對付他 真的才會呈現出來 我說的意思大家了解吧 所以道路是一條尋求真理 就是尋求真實的道路 必須要尋求真實 才會使我們裡邊有真正的信念 最近看到一句話 是很有意思的 也就是說 什麼是真正的自己呢 他這個話是說 你自己認為的自己 不是真正的自己 因為人會自欺 別人眼中的你 也不是真正的自己 別人會看錯 什麼是真正的自己呢 你去看別人的時候 你就看到真正的自己 這個鏡像的 因為我們用什麼樣的看法 看人 就說明我們的生命是怎樣 如果我們是對神有信的 而且我知道祂是 全能全知可信的神 萬一一切發生對我都是好的 我看所有的人 我都可以站在一種 理解 同情 愛 的立場上面 用愛的眼鏡去看 用信的眼鏡去看 用盼望的眼鏡去看 那麼漸漸 裡面 就會有一種自己真實的人格 一點一點一點的產生出來 所以 我今天和大家 討論說 我們所需要的是 如果你是有一個真正的有信心的人 這樣的信 會讓我們連接到 去接觸到 上帝為我們 預備的 旅程 人生旅程當中 就像你碰到一個好的領隊 他在你的每一個 每一個過程當中 都會給你預備好的住處 在路程上面 你就儘管地欣賞風景 然後呢 建立自己的 裡邊的喜樂吧 到了一個地方 哇 這麼好 因為上帝 耶穌基督不僅僅是在那裡 等候著要接我們 他也在旅途上 為我們預備了好的領隊 好的導遊 好的司機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到那裡去 因為我今天會和大家 這樣講 是因為昨天師母跟我講了 所以有人想要讓我們分享一下旅程 我就盡可能地用旅程 來和大家 來分享我們的人生的事吧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對嗎 你的人生怎麼過 你能不能看見 你的導遊 領隊你的天使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一切在這個充滿波當的世界當中 你會怎麼過日子 會好會壞 大好大壞 大吉大凶 大悲大喜 這個兩極化的分歧 完完全全都在於 你選了哪條道路 決定要信誰 然後呢 能不能認識 你所需要的 我們人生 每一個日子 上帝都給我們 預備了機會 讓我們裡面的信 能夠一點一點的真實起來 我講得夠清楚嗎 再提醒一下 你裡面信什麼 信到什麼程度 認真嗎 追求外面 還是追求裡面 追求真實的 還是追求泡泡 那泡泡到一定的時候會破的 所以我們今天和大家講的 這個人生的旅程 其實當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時候 另外一個學生叫做斐利 這個二哥也叫斐利 求主將父賢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我與你們同在這麼長久 你們還不認識我嗎 其實他們才跟三年 我們有些人跟了三十年 還不一定認識 人看著我 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麼說將父賢給我們呢 我在父裡面 父在我們裡面 你們不信嗎 我弟弟所說的話 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我對你們所說的 不是憑著我自己說的 而是住在我裡面的主 主主在我裡面 父在他裡面 說的話 你們當信我 我在父裡面 護在我裡面 即或不信 也當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再說一次 信我這個字 你是信耶穌 你如果與主同在 就是我裡面有信 我裡面有真實的生命 然後12節 13節 14節 請幫我念一下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我 因兒子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名 求告什麼 我必成就 主的應許是 如果你信對了 有求必應 心想事成 信的錯了 裡面的信是虚妄的 就不靠譜了 所以我們今天 在2024 進入龍年 龍年是大震盪的年 西伯來書第10章的19節20節 弟兄們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 也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藉著他給我們 開了一條 又新又活的路 人生一天一天的過 這是一條道路 不只是出門旅行 才在路上 就是我們在家裡 一樣在人生的路上 然後呢 剛才讀 以赛亞書32章18節 我的百姓必住在 平安的居所 安穩的住處 平静的安静所 這是他的應许 他的背景 那時公平要住在曠野 公益必要住在回田 公益的效果必是平安 公益的校園必是平安 直到永遠 你要能平安 他需要埋下種子 長出果子 就是義 所以昨天師母要我跟那個司機講 世惠善惡 我在講他怎麼聽得懂 果然他一點都聽不懂 因為他沒有想聽 然後在這個平安的居所 背景還有兩節 但要降冰雹 打倒樹林 樹林就是許多的人 城壁全然拆平 這些城就是許多的組織 你們在各水邊 撒種 沐放牛驴的 有福了 我們有事要做 要撒種 撒在別人心裡 也撒在自己的心裡 要沐放牛驴 要去幫助人 做主公 傳主道 這些我們都不多講了 今天的奇應經文 十篇一百二十二篇 人對我說 我們彼此對說吧 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 我就歡喜 耶路撒冷啊 我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建造整齊的一座城 這座城 竹乃佛石 我們一塊一塊也是 彼此連結的城市 的佛石 所以我們看那些建築 我們如果把心放在那裡 那麼衝突來了 這個雨林水沖 戰爭一來可能就沒了 裡面的信 裡面的真正的關係 彼此的連結 我們看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世界上 結交了很多朋友 但是我們到一定的時候想起 某人他是我們可信的 因為有主在他裡面 在我裡面 這個遇到就會知道 所以我們如何得平安呢 第六節說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愛你的人必然兴旺 願你的城中平安 願你宮內兴旺 我們說 不是那個耶路撒冷 而是天上的 屬靈的真耶路撒冷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人故 彼此有好的關係 我要說 願平安在你中間 平安不是在外面 平安在關係裡 你怎麼去看呢 因耶路撒我們神殿的緣故 我要為你求福 我們就是聖靈的殿 好了 今天沒有多講 我們要和大家說的 是我們要把握 靈界大開的絕世良機 看世界 充滿了各樣的混亂 讓我們覺得說世界不安穩 但是同時 如果說一個醉生夢死的人 或者是一個動物人 只想彼此爭鬥的 那麼他就看不見 一個求道的人 求真理 求永恒的人 這是大好機會 然後呢 我們要選定至高至善的 性愛道路 耶穌基督為我們預備了意 那麼我歸根結底的和弟兄妹講 請我們查驗一下 我們信什麼 我們信的品質如何 信的狀態如何 我們信是建立在哪裡 我們信神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我們自己裡面要有信 因著耶穌基督的道 使我們形成一種人生觀 價值觀 看法 讓我們對一切的看法 看見 都是清晰的 透明的 透徹的 讓我們每天 生活在每一個環境當中 無論你是在家裡 是在旅行 是在工作 是在休息 有主在我們裡邊 我們就能夠坦然面對一切 然後經過種種的推移 經過種種的震盪 我們這個裡邊的興趣 會越來越紮實 越來越真實 越來越豐富 這是我和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彼此的祝賀吧 我們低頭做一個禱告 親愛天父我們在這個奇妙的時代 再一次向你獻上深深的感恩 謝謝你讓仆人能夠知道 要和弟兄姊妹做怎樣的分享 求你自己親自藉著聖靈的启示引導 使我們每位弟兄姊妹 心裡的光是明亮的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朝向你為我們所預備的道路 尋著真理的道路 在生命裡邊建立信 以至於能夠到你為我們預備的地方 看到你正在那裡 等候我們迎接我們 要讓我們進到永生永恆的豐富裡 謝謝你 怜悯我們祝福以下的時間 也祝福在任何地方 聽見我們彼此的勸勉 所有的弟兄姊妹 聽我們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